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 王文教 水眼语轻 负重轻烫 掌声送给王文教先生 有请他上台 王先生为中国羽毛球运动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是当之无愧的人民楷模 我们今天的颁奖者也很特别 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 李永波先生和王文教先生 有着颇深的渊源 为了这次活动 他特地从海南赶回来 刚下飞机 就吩咐到我们的颁奖典礼的现场 有请李永波先生上台 为王文教老先生献上奖杯 来 两位站到舞台的中央 我觉得我有两点要跟大家 可能大家这么多年 在新闻当中 可能没有看到的 也不知道的 显微人质的事情就是 我的人生当中 两个最重要的地方 都是王子老决定的 一个是1981年 我到了国家队做运动员 经过三年的集训 最终1984年 是否决定能够继续 留在国家队的时候 当时有一些教练 觉得我可能 拿不了世界冠军 希望我就 可能要把我退回到省里去 那个时候 王子老是总教练 王子老就决定说 要把我留在国家队 然后那一刻决定了 我后来所取得的六次世界冠军 第二个重要的决定就是 1993年当我退役的时候 然后我是否留在国家队当教练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也是觉得 对我当教练的水平也有一些质疑 那个时候王文教一总教练的身份说 把我留下 当总教练 所以说才有后来 我带队伍 说取得了那么多冠军 所以我的人生当中 王子老是我的恩师 谢谢王子老 谢谢 我希望大家刻苦训练 再创奇迹 把世界一谈 再重新斗回来 这是非常实在的一期许 好 谢谢 我们请两位落座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